第六百五十一章 批评无奇症 陆凯明听到赵北方这样说 不禁说道 这么说 王俭能在四盟这么嚣张 是因为由池国平给他撑腰 赵北方说 差不多吧 没有池国平的支持 他怎么可能让所有的县委常委都跟在他站在一起 如果能把县里的常委调整一下 他也就不会那么嚣张了 陆凯明想了想 说道 原来是这么一个情况 既然这样 这背后的工作还是由我来做 你让吴奇症在前面大胆的与王俭干 就是了 赵北方听到他这样说 就想试探一下陆凯明的实力 说道 陆书记 要不这样吧 吴奇症那边我肯定让他跟王俭干下去 不过现在有两个人急需调动四盟去 想请你帮帮忙 你看行不行 陆凯明马上问道 哪两个人呢 一个叫马德光 一个叫郑中人 只要能将他们调到市里去就行 这两个人 是不是吴奇症的手下 赵北方说 也算是吧 嗯 他们两人找到奇症了 奇症办不了 就让我来找你 如果陆书记能帮上这个忙 我一定感激不尽 听到是这种情况 陆凯明说 如果他们是吴奇症的人 把他们留在西庭 岂不是更好 赵北方说 他们两个也起不到多大的作用 还是把他们调走得好 而且 如果把他们调走了 一定会让王俭很恼火 陆书记 你也不就解气了吗 一想到会是这种情况 陆凯明就马上答应了 虽然动不了王俭 但恶心一下王俭 却是一件很不错的事情 想到这里 陆凯明说道 那行 我帮他办成这件事 不过 你也告诉吴奇症 让他大胆的跟王俭干 干得越大越好 赵北方忙说道 那太好了 吴奇症一定会遵照陆书记的指示去做的 两人就商议好了这件事情 等赵北方走了之后 陆凯明就打电话给林泽宇 现在呀 他在这里 还是林泽宇与他的关系最为密切 而且林泽宇作为组织部长 在调动人员方面是有权利的 因此 这件事必须得找他 林泽宇正在家里休息 接到他的电话之后就接了起来 陆凯明直接对他说道 林部长 有一件事要你帮忙 想请你费一下心 林泽宇不知道陆凯明有什么事 就问道 陆书记 有什么指示啊 你就说吧 西庭县那边有两个人 一个叫马德光 一个叫郑中人 我想把他们调到市里来工作 请你帮帮忙 听到是这种情况 不知道陆凯明 为什么会有这种要求 就问道 这两个人想调到哪里工作呀 陆凯明想了想 就让他们到市教育局工作吧 两个人本来是搞教育的 还是到市教育局比较好 而且他们俩呀 都是有领导职务 到了教育局 也要安排个职务才行呀 林泽宇心里就纳了闷了 这个陆凯明 怎么会和西庭县的人有了交往 而且还帮人家办事 虽然心里这样想 但他也没有提出什么质疑 反正这种事 对他这个组织部长来说 也是小事一桩 要掉就掉了 那好 陆书记 我过几天就帮你办 林泽宇答应道 王俭在成立调查组之后 就及时让杨春风和顿志强报告结果 他已经答应学生家长三天之后答复他们 这已经是第二天了 便打电话给杨春风和顿志强两人 问问他们调查的怎么样了 接到电话后 顿志强就告诉王俭 现在事实已经查得很清楚了 学生家长反映的情况属实 而且其他的学校也存在这样的问题 只是没有县一中严重而已 如果有需要 会把情况形成报告 报告给他 王俭就让他立刻形成报告 交给他 然后召开县委常委会 研究这个问题 顿志强马上答应了 很快就形成了报告 王俭在接到报告之后就看了看 到了晚上就召开县委常委会 研究一下处理的意见 县委常委会准时召开 王俭来到会议室之后 大家都坐在那里讨论着这事 反正大家已经知道一些情况了 不知道王俭会怎么处理 马德光和郑中仁这两个人 王俭来到之后 会场里一下子变得很寂静 看了看大家之后 他就说 前天发生了一件事情 有学生家长到县委来上访 反映学校老师收礼和课外辅导班的事情 这事发生以后 县里成立了调查组 现在让杨书记把情况向大家讲一下 杨春风听了之后 就开始讲了起来 把情况向大家汇报一下 大家听了之后 才知道王俭非常重视此事 就专门成立调查组进行调查了 杨春风说完之后 王俭表情严肃的又说道 大家也听到了这件事情的基本情况 学生家长反映的事实属实 而且实际情况比学生家长们反映的更加严重 这说明学生家长也是百般无奈之下 才到县里上访的 毕竟这牵扯到他们孩子的前途和命运 为了孩子的命运 他们不可能冒着与学校老师闹翻的风险来上访 由此可见 这件事情是多么的恶劣 教育是国家之本 凡是破坏教育的事情 我们是坚决不允许的 如果我们不能严肃的处理这个事情 那我们就是在犯罪 在这件事情上 县一中校长正中人要负主要责任 他没能及时发现和制止老师的这种行为 在事情发生之后 麻木不仁 不管不问 建议免去县一中校长的职务 同时处以行政纪大过处分 县教育局作为主要监管部门 没能及时发现和制止这种行为 存在严重的失职行为 建议免去马德光的教育局长职务 处以行政纪过处分 副县长楚玉芳 作为分管县领导 没能做好这方面工作 负有领导责任 考虑到他已经主动向县委写出深刻的检讨 建议责承他在整个教育系统进行深刻检查 发现一起 坚决查处一起 绝不姑息 此外 县一中和县教育局有关分管工作的人员 分别要免去其职务 并处以行政纪大过处分 这件事情影响十分恶劣 请大家发表看法 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意见 王俭亲自向大家宣布了 对马德光纪人的处理意见 只是在楚玉芳的问题上 稍稍宽容了一下 没有追究他的行政责任 但也是严厉的批评了他 可以说 这个处理决定是比较重的 在大家看来 这件事并不是一件什么大事 甚至有些司空见惯了 因此 王俭说完话之后 大家就纷纷议论 吴奇政想了一想 说道 这件事 我看是不是处理得严厉一些了 郑中人作为校长 他的主要职责是抓好教育 这几年 县一中的升学率 还是不错的 我们不能以偏概权 把他的功绩抹杀了 因此 在这件事情上 我感觉 还是要留有余地 给他一个处分就行 但彻职 还是不要了吧 同样 马德光是教育局长 他在这件事上 责任比郑中人要小 也给他一个处分就可以了 其他几个也差不多 我们虽然对干部要求严格 但是也不能太苛刻呀 否则大家会有情绪 影响到工作 我就说这些 当然 这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 最终 还是王书记来决定吧 吴奇政看上去 很聪明的 发表了自己的一个看法 赵北方已经打过电话给他了 让他大胆的和王俭干起来 但是 他想来想去 还是没有听赵北方的话 但是底气 还是提高了一点 所以 在王俭说完这些话之后 还是发表了反对意见 不过最后 仍然提出 由王俭做最后决定 吴奇政的这些话 很有迷惑性 让人感觉 他是比较保护干部的 而王俭却是想着处理干部 这样一来 也是为他拉人 壮大他的势力 只是王俭现在的威望太高 没有人呼应他罢了 左立功 虽然与他走得近了一些 可是经过去那个会所那件事之后 也没有太跟在他的后面 在他说完话之后 也没有主动说话 表示赞同 吴奇政的意见 吴奇政一说完 王俭坐在那里 绷紧了脸 现在的吴奇政 变得越来越狡猾了 虽然不正面和他发生冲突了 但现在 他说的一些话 总是有着一些 似是而非的道理 很能迷惑一些人 如果这样继续下去 很有可能 真有一些人被他拉去了 因此 当唐慧准备站出来 支持他的意见时 王俭手一摆 没让他发烟 而是自己直接上阵 决心把吴奇政的这种伎俩 给打压下去 让他以后 少发表这种 蛊惑人心的意见 吴县长刚才的说法 名义上 很是为干部着想啊 但实际上 是害了干部 害了 我们的工作大局 我和吴县长 作为县委 和县政府的主要领导 一切都要从工作上的大局出发 而不是考虑个人的厉害得失 如果我也是老好人 也想着怎么保护干部 那我们今后的工作还怎么做 怎么开展 我看吴县长 现在就是很喜欢做老好人 不敢承担责任 不敢批评干部 把自己降低到与一般干部相同的水平 这怎么行呢 教育这件事 本身也就是政府的事情 吴县长作为县政府的一把手 在这件事上 要站稳立场 明确责任 虽然楚县长承担了领导责任 但是其他人也要反思此事 认真分析原因 彻底杜绝此类事件的再次发生 王俭的话一讲完 整个会议室里 所有人就是为之一振 吴奇政被王俭直接给批评了 为了不让吴奇政的这种小伎俩 继续施展下去 王俭决定公开批评吴奇政 揭开他的真面目 说他是老好人 指责他把自己放到一个与一般干部相同的水平 让他遭受一点屈辱 打消他 以后再使用这种手段来拉拢人的做法 在这种情况下 两人就是短兵相接 不到关键时候 王俭不会这么做的 现在他这样做 可以说是彻底打击了吴奇政的信心 让他一时蒙了头 根本没有想到王俭今天会借机向他发炮 本来以为县一中这件事没有提到他 可能是王俭没注意到他 但是他这一反对 却让王俭瞄准了他 虽然没有点名 说他要负有责任 但却提到县政府责任的事 明显是在让他反思了 吴奇政脸色涨得通红 王俭好久没有直接对他提出批评了 现在却突然对他提出了批评 他的心里一时紧张着 还没有想好 到底是按照赵北方的要求 去和王俭大胆对抗呢 还是主动站出来 进行自我批评呢 这两个方案 其实都不大好 第一个方案很危险 如果与王俭的关系搞僵了之后 他的县长之位有可能不保 而第二个方案又让他很没有面子 以后还怎么坐在这里开会呢 略微想了一想 吴奇政还是争辩道 我没有这个意思 我也不是想做老好人 我只是就事论事 希望王书记不要对我上纲上线 我担当不起 本能促使他还是要为自己辩解一下 不过是不软不硬 没有太过激的话 但也没有自我批评 所以没有走极端 而是选择了中庸 听到吴奇政的辩解 王俭看了他一眼 说道 我知道 我今天所说的话不好听 我也不想说这些不好听的话 但是形势逼迫我们 不得不这么做 如果我不这么做 就没有人这么做 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问题 关键在于 我们的领导干部 有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头作用 对工作 监管不严 对干部的管理不严 如果 我们什么都不严 社会就会散漫 虽然不严 也是一种自由 但是自由 也是有限度的 对一些 关系到国际民生的工作 比如 食品安全 药品安全 又比如 教育卫生 这些工作 关系到 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安全 关系到 我们国家民族的未来 如果 我们不能严格的 做好这些工作 影响的 绝不是一代人 甚至是 两代人 三代人 我们以后 想追赶 都没法追赶了 县衣中的这件事 表面上看 也没有什么 不就是 有老师 借着教师节 收点礼物吗 不就是 有老师 在课外 办辅导班吗 社会上 也经常发生 这种事情 有什么 大惊小怪的 看上去 的确如此 但是 我们不但 要看到 事物的普遍性 还要看到 事物的特殊性 我们煮茶叶弹的 可以多煮几分钟 也可以 少煮几分钟 问题 都不大 可是我们发射 导弹的 就是早一秒钟 晚一秒钟 都不行 这就是情况 不一样 不能因为 其他行业 其他部门 工作不严谨 就觉得自己 也可以不严谨 我们 每个人 都有责任感 和使命感 教育的问题 是老百姓 多么关心的问题呀 可我们 却是没有 很好的重视 出现问题 不理不睬 把学生 当成了 赚钱的机器 我们可以说 老师 是因为 市场经济的影响 出现了一些 不好的念头 但是我们 当领导干部的 明明有着 这些规定 为什么 没有严格的 去执行 如果我们 严格执行 规定 那些老师 能这样做吗 如果我们 每次轻描淡写的 处理了这些事情 马德光 和正中人 当然会很高兴 可是学生 家长们 不高兴了 谁敢保证 他们下次 不出现这种情况 教育的问题 很多 我们放纵一个问题 其他问题 会更多的 涌现出来 所以 我们必须 严格处理 这个问题 其他人 还有没有意见 王简 王简的话音 一落 吴奇正 哑巴了 没有说话了 面对王简 伶俐的话语 他根本没有什么招架之力 而且王简所说的话 非常深刻 其他常委听的 都是入脑入心的 他要是反驳 势必是非常没有气势 只能进一步 降低他的人格 以为没有人再说话了 可没有想到 左立功 突然笑着说道 听了王书记的话之后 我觉得 对这两个王八蛋 还要处理的 更严格一些 可以 开除他们的公职 左立功的话 听上去 有些玩笑的成分 王简没有理会他的话 直接对大家说道 这件事 由杨书记和顿书记 去具体办理 唐部长提出新的教育局长 和县一中校长的人选 散会 县委常委会就这样散了 王简起身 就走出了会议室 其他人也跟着走了 只有吴奇正还坐在那里 没有人理会他 过了一会儿 他才站起来 慢慢的向外走了出去 其实他今天 也就是想掏个巧 没想到 却让王简抓住了机会 把他劈得体无完肤 本来在西庭的威望 已经很低了 现在 经王简这么一下子 以后 恐怕 更是难做咯 谁还会把他当回事啊 虽然说 赵北方 让他与王简 坚决对着干 可是 这政治上对着干 不是两个人打架呀 可以赤手空拳的 就跟王简打起来 这种对着干 那是需要实力的 论人马 他根本不是王简的对手 论口才 论能力 他也没法跟王简比呀 如果 他只是简单的 跟着王简干 那不过 就是一个愣头青 这还 不算跟王简 对着干的后果了 比如 今天 他要是跟着王简 对着干起来 怎么能干得起来呢 王简说的那些话 他有反驳的理由吗 如果没有 说 还不如不说 一味的蛮干 只能让王简 抓住更多的机会 在这样一个对手面前 他只有服输的机会 而没有反击的手段 赵北方和陆凯明两人 让他跟王简对着干 完全是因为 他们不了解情况 没有身临其境的 了解县委常委会上的情况 如果他们了解了 恐怕 也只能摇头 在目前的形势下 也只能 老老实实地 待在这里 不要搞出什么事端 否则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心里 心里这样一想 吴奇政 还真起了退缩之意 如果 他能将调离西厅 就好了 但是 来的不容易 离开时 也是不那么容易 毕竟 这县长 可不是一般的干部 说调就能调的 当然了 如果调回市里 还好一些 只是那样的话 仕途 就有可能到此为止了 而调到其他县 继续当县长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了 牵扯到的东西太多 一时 倒让他愁愁了 吴奇政 待在办公室里 正想着这些事情 突然 江白露 给他打来了电话 想来想去 江白露决定 不能就这样沉沦了 还是要听从 王俭的建议 到西厅 来接一接工程 所以他就想着 打电话给吴奇政 看看怎么个接法 而吴奇政 一看到是他打来的电话 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 忙接听到 小江 你在哪啊 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 江白露笑道 吴县长 我在市里头 你在县里吗 我找你有点事 吴奇政就直接说道 小江 你说吧 什么事 只要我能办得了 我一定帮你办 还是工程的事情 你能帮我从西厅 弄一些工程吗 一听到是这件事 吴奇政一下子又胆怯了 本来是与王俭说的好好的 但是今天被王俭批评了 王俭要是不同意了 怎么办 现在该怎么和江白露说呢 小江 原来是这件事啊 我还以为你不愿意来呢 这个很简单 我答应你就是 什么时候 有时间你来一趟 我和你签一个合同就行了 吴奇政想了一下 说道 江白露听了后 说道 那好 太谢谢你了 到时候去找你和王书记 我明天过去吧 吴奇政一听 有些高兴的说道 那好啊 我在县政府这边等着你 欢迎你过来 江白露就笑着和吴奇政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吴奇政就在想着了 这个事该怎么办呢 虽然答应了江白露的要求 可是如果没有王俭的点头 他的话是一点用也没有的 但是现在被王俭批一片的狗血喷头 现在再去找他 这脸面放哪放啊 简直是比杀了他还难看 如果是这样 江白露来了之后 以后该怎么办呢 想到这里 吴奇政感觉到了绝望 这县长当的 真他妈的窝囊 不过过了一会儿 他突然想到自己可以先和江白露签一个合同啊 反正自己是县长 是县政府的法定代表人 签下的合同是有法律效率的 如果将来王俭不同意也没有办法 有效的合同是受法律保护的 如果王俭不同意那就是违约 违约的话可以向法院起诉 难道王俭敢干涉法院吗 吴奇政突然从黑暗中看到了一丝光亮 这样他的心情马上又高兴起来 只要先完成了江白露提出的要求 其他什么的可以先不顾了 自己也要硬气一点 不能事事都让王俭压制着 如果连这点小事都办不了 他当的还是县长吗 脑海里又冒出江白露那可人的模样 吴奇政不禁又有些陶醉了 第六百五十三章 人民公仆 对马德光和郑中人的处理 很快就有了结果 他们两人得知处理结果后 心情是十分郁闷至极 真是他妈的够倒霉的 县城里的各个学校 都不同程度的存在这种问题 要不是有学生家长去上访 要不是王俭知道了这件事 他们怎么可能把乌纱帽给丢了 这完全是一个倒霉的事件 本来以为找吴奇政能管用的 而吴奇政还说要市里的大领导 看来也不管用 这在西庭县除了王俭的话好使外 其他人的话是一点也不好使 以后还是乖乖的听人家王俭的话为好 马德光和郑中人被处理 在全县产生的震动很大 因为这件事情看上去也不算什么大事 而被牵连的人员却是很多 连副县长都受到了严厉批评 马德光和郑中人 以及分管的工作人员全部被处理 可以说要处理就处理一大片 这就要求其他人不要以为他们可以官官相护 到头来可能是同病相连 一同被处理 所以当问题出现的时候 每个人有责任的人都要全力以赴 把事情处理好 这样就防止所有的人都集体失灵了 如果这件事早有负责的人员反应到县里进行处理 也不至于弄到学生家长上访的地步 而马德光和郑中人两人也不会被处理了 只是他们不重视此事 而且没有把心思放在教育上 而具体管理的人员看到主要领导都不重视 他们还重视什么 这样一来 什么监管的责任都不顾了 导致起不到应有的监管效果 当然了 他们每一个人也都逃脱不了应有的责任 王俭在三天之后 在百忙之中抽出了时间 来接见那些上访的学生家长 他们来到这里后 杜子亮就通知了他 接到通知 王俭就下了楼 来到前面的信房室 一见到王俭 学生家长们就高兴的对王俭说道 王书记 刚才杜局长跟我们说了 校长局长都被撤职了 撤回 那些老师不敢再乱来了 王俭笑了一下 然后平静的看向他们说 我们这次不但是处理了干部 而且也对涉事的老师进行了处理 让他们不敢再乱来 而且也不能乱来了 这就需要建立一套制度 同时也需要大家对我们的工作进行监督 这样干部才不能懈怠 我们也不能懈怠 如果今后再有类似事件的发生 我们绝不姑息 同时 我作为县委书记 对这件事情的发生 也有一定责任 现在正式向你们表示歉意 说完 王俭深深的向大家拘了一躬 这些学生家长们万万没有想到 王俭也会向他们表示道歉 学生家长们一下子被震惊了 急忙对王俭说道 王书记啊 我们没有怪你 这件事都是那些老师和校长不好 与您没有关系呀 您这样说 我们承受不起呀 看到这些学生家长 都是一些淳朴的人 其实他们也不想来闹这件事 只是事情到了这种地步 他们也没有法子 如果县衣中和教育局 能及时解决他们的诉求 也许他们就不会来县委大院上访了 因此 现在看到县里处理了校长和局长 那心情肯定是很高兴的 同时也是出乎他们的意料 以前也发生过 以前也发生过类似的事件 但从来没有处理过人 这回看来是动真格的了 局长和校长被处理 学生家长们自然是欣喜异常 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也只是听听结果 对王俭能不能再接见他们 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可没有想到的是 王俭不但接见了他们 而且还向他们正式进行了道歉 这样的官员真是少有 杜子亮在旁边看到了 也是惊叹不已 常委会上的事情 他也有所耳闻了 吴奇政被他批得体无完肤 这样看来 王俭并不是因为 两人之间的什么私人恩怨 才这样做的 现在连王俭都主动 向学生家长们道歉 他吴奇政还有什么可说的 而按道理来说 县长才是教育工作的 第一责任人 站在这里道歉的 应当是吴奇政 而不是王俭 听到学生家长们的话之后 王俭看向他们说道 我是县委书记 是人民的公仆 我没有把事情办好 就是对你们的失职 虽然说 我没有直接的责任 但是出了这种事情 但是出了这种事情 我迟迟没有发现 这说明 我深入群众的时间少了 对一些关系到大家切身利益的事情 我没有关注到 这是我的失误之处 现在向大家表示道歉 是我的真诚想法 希望大家 今后能多多关注县里的事情 监督各项工作的开展 我个人 有向社会公布的手机和邮箱 有什么问题 可以直接打电话 当然了 我不可能一一接听大家的电话 但是 有工作人员会接听的 如果是一些重要的问题 我会及时进行关注 并进行处理 大家还有什么要求没有 如果有 就提出来 如果没有 我就先回去了 王简很认真的 向大家说了这番话 这让大家感受到王简 虽然看上去 还只是一个年轻人 可是 他做的 要比很多人 要好得多 这样的县委书记 才是一个好的县委书记 才是一个好领导 这几年县城的变化很快 原来 就是因为 有了这样一个 年轻的 优秀的县委书记 真正履行着 人民公仆的责任 才把西庭县 建设得这么好 有了这样一个好的县委书记 他们 还有什么苛求呢 王书记 您真是一个好官呐 我们都不知道 怎么说好了 我们以后 还能见到你吗 有人大声的说道 他一说完 其他人都说了起来 那脸上的表情 都是急切之至 看到大家这样激动 王俭笑着说道 我就在县委大院这里办公 我每个月 会有一次接待群众的时间 如果大家想见到我 自然来见我就是 不过 我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我也是出身农家 与你们没有什么两样 只不过 是做了一份县委书记的职业 你们也不要觉得我怎么样 我也就是一个普通人 也有喜怒哀乐 也要一天三顿饭 所以 我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如果没有什么事 也没有什么必要来找我 但如果大家有了什么事 还可以和这次一样过来 你们看 好不好 王书记 您这是谦虚 我还没有见过您 这样的好官呢 您肯定与我们不一样 您一定 前途无量的 有一个人 又大声的说道 这也说到大家的心坎上了 王俭笑道 好了 你们回去吧 好好和学校 一起教育好孩子 他们不但是你们的希望 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 我就不送你们了 你们快回去吧 大家还不愿意离去 杜子亮就说道 大家回去吧 王书记 还有事情 你们不走 他也不好走啊 大家这才愿意离去 刚要转身走 一个家长 突然又回过头来 问道 王书记 我们来上访 现在那些老师 被处理了 我们的孩子 还在学校里 如果他们报复 我们的孩子 怎么办 听到这个问话 王俭说道 这个你们请放心 所有处分的老师 都会被调离县衣中 你们不用担心 这个问题 如果真发生这种现象 我们要更加严肃的处理 听到王俭的话之后 大家这才放下了心 连连向王俭表示感谢 转身才走了 看到他们离去的背影 王俭站在那里 好像是自言自语 又好像是对杜子亮说 群众的感情 是狂热的 我们做一点事情 他们都会记住的 他们的狂热 可以神化任何一个人 当然 也可以毁掉任何一个人 而这一切 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才行 杜子亮听到王俭这样很有哲理的话语 立刻说道 王书记 这就看一些人的用心了 其实群众的感情是朴素的 只有野心家才会利用群众的这种感情 我接见过很多群众 他们的愤怒几乎要撕碎一切 和他们的狂热一样 其实这都是两个极端 保持秩序冷静 才是社会最需要的东西 没想到杜子亮会说出这番话 王俭不禁转头看了他一眼 杜子亮一看到王俭看自己 也没有躲避 目光就与王俭的目光交集在了一起 这倒让王俭对他有些刮目相看了 以前倒是没有注意到杜子亮 还是这样一个有思想的人物 而杜子亮确实也想在王俭面前表现一下子 所以才主动接下了王俭的话 让王俭对他刮目相看 杜局长 今后有什么事情 可以经常向我汇报 信访局就是一个窗口 也是我了解情况的一个渠道 无论是什么事都要及时的告诉我 王俭并没有再说什么话 而是直接向杜子亮吩咐到 杜子亮这才连忙答道 是 王书记 一些重要的事情 我会及时汇报给您的 听完杜子亮说完这些话 王俭就离开信房室 去他自己的办公室了 看着王俭离去 杜子亮的心里有些澎湃 今天真是很大胆了 敢向王俭说这些话 他一直想向王俭表现自己 可是信访局长这份工作 整天是一些琐碎的事情 与经济建设没有什么关系 始终纳入不到王俭的法眼 因此 王俭不可能对他进行重用 但这次学生家长向访的事件 却是给了他机会 一方面积极的表现 而另一方面 就是抓住今天的机会 向王俭进了言 看样子 王俭对他的话有些动容 就是不知道以后会不会提拔他 但很明显 王俭对他的态度要变了 想完这些 杜子亮的心里亮堂起来 干工作的热情更高了 第六百五十四章 签合同 学生家长们离开了县美大院之后 几个人又开始议论开来 有一个人对大家说道 这件事亏了人家王书记了 要不是王书记 我们家的孩子 就没法在县一中上学了 现在不但不用给老师送礼 也不用再花钱上课外辅导班了 而且不用担心 那些老师会报复我们家的孩子 王书记真是一个好官啊 大家听了之后都连连点头 其中有一个人跟着说道 要是我儿子将来当了官 也要像王书记这样 为老百姓做主 坚决不做贪官 旁边一人听了哈哈大笑 老张 你儿子要是不当贪官 他哪来的东西来孝敬你呀 你儿子要是当了贪官 那家里的东西就是吃不完了 到时候你儿子把东西往你家里移送 你就等着享福吧 那人立刻不满的说道 哎老刘 你胡说什么 你儿子将来才是贪官呢 我儿子当官一定会是做个好官 那个叫老刘的人 马上笑道 嘿嘿 老张 你平时是不是很羡慕那些当官的 吃香的 喝辣的 他们要不是贪污腐败 哪来的钱包小三住别墅啊 别看你现在想让你儿子当好官 可是你儿子要真当了官 等有人给你儿子送礼送红包 恐怕你就不说话了 老张怒道 胡说 我儿子要是当了贪官 我与他 我与他断绝父子关系 别人一看 两个人要吵 马上说道 嘿嘿 你们搞什么呀 就跟你们儿子真当上官似的 别做梦了 凭你们孩子的成绩 恐怕考上大学都够呛 想当官 远着呢 别以为人家王书记 当了县委书记 为咱们老百姓做实事 你们就跟人家学 没用 其他人 把他们两人给说了一通 两个人立刻大眼瞪小眼 不再说话了 这官还没当上 就讨论当贪官清官的问题 想的也太远了 还是老老实实 回家教育好自己的孩子吧 这些人 就不再乱说话了 各自 都回各自的家了 江白露 真的到西庭 来找吴奇政了 吴奇政一见到他 立刻高兴的 眯起了小眼 因为受到王俭批评 而心情不好的情况 立刻一扫而进 笑着看向江白露 说道 小江 来来来 我这里正好有一个工程 我们先签个合同再说 江白露 很是诧异的说 吴县长 怎么这么快啊 我刚来就签合同啊 王书记那边 我们还没有和他说一声呢 吴奇政急忙说道 哎 不用去找他 这件事 我做主就行了 合同一签 就有法律效力了 你按照合同去办 就可以了 江白露 还是有点不相信的样子 说道 吴县长 你也要让我了解一下情况啊 什么情况也不了解 怎么签合同呀 万一 这工程我做不了呢 吴奇政马上说 所谓的工程 也就是那么回事 你做不了 可以转包给别人吗 吴奇政倒是理解他 江白露笑着说道 那好吧 不过要是我搞不好工程 你们县政府可不能说违约 让我上套啊 吴奇政立刻黑黑的笑了起来 小江 你怎么考虑那么多呀 你看 我是那样的人吗 我让谁上套 也不能让你上套啊 江白露 这才有点放了心 对吴奇政说道 吴县长 那好吧 合同呢 我先看一看 吴奇政就把事先准备好的一份合同 递给了江白露 江白露拿到手里 先仔细的看了一看 合同的总金额倒是不少 大约在三百万的工程量 虽然比起金盟区来说 还差了一大截 但也是不错的了 里面的条款什么的 也没有什么大的漏洞 可以说 这份合同 看上去完全没有任何问题 吴奇政则在旁边 一直在盯着他看 江白露看完后 抬起头 对他说道 吴县长 合同 我看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现在就签吗 吴奇政收起目光 说道 好啊 你先签吧 你签完 我再签 江白露 于是先拿起笔 在合同上签了字 签完之后 就把笔递给了吴奇政 吴奇政把笔接过来 看了看之后 就在上面大笔一挥 说道 好了 没有问题了 你拿着合同 去找胡县长就行了 由他 由他 安排你去施工 说完 吴奇政就把合同 递给了江白露 江白露 接过来之后 就说道 那谢谢你了 胡县长 我现在 就去找胡县长去 看到江白露 签完合同 就想走 吴奇政 马上说道 小江 不要急嘛 我们 先聊一会儿天 聊完天 再去找也不迟啊 好久没和你见面了 我们 好好地聊一聊 江白露 听了之后 说道 聊什么呀 我忙完事情 请你吃饭 再聊 不是很好吗 吴奇政 不同意地说 到了这里 怎么能让你 请我吃饭呢 要不 我们现在 就去吃饭 边吃边聊 怎么样 江白露 看到吴奇政 没安好心 一定是 另有想法 现在帮自己 签了合同 肯定 是要向自己 邀功 吴奇政 心中的那点 小想法 他是知道的 因此 他会尽量 避免于吴奇政 单独待在一起 那我们 就先在这里聊吧 吃饭的时候 把胡县长叫上一起 江白露 急忙说道 吴奇政 听到江白露 要把胡义团叫上 便也忙说道 小江 胡县长那里 等要施工的时候 再去找他也一样 今天 就不要去找他了 江白露一听 吴奇政今天 居然不让他去找胡义团 心里立刻不满了起来 不过 今天吴奇政 帮了他的忙 他也不能表现出来 还是委婉的说道 吴县长 这样吧 等以后有空 我到四盟 请你吃饭怎么样 今天 事情要紧 我就 不在这吃了 再说 王书记那边 我也要去看一看 毕竟 他也帮了不少的忙 要不 你和我一块去 一块去找他 怎么样 一听江白露 还要去找王姐 吴奇政 更是不同意了 说道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 王书记那里 不用去了 这件事 我就可以做主 你要是去找王书记 这合同 可是要作废了呀 没想到 吴奇政 是这种态度 江白露知道 今天如果 要想拿走这合同 不但不能去找 胡义团 连王俭 也不能找了 吴奇政 今天的表现 真是有些怪异 江白露一时 坐在那里 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看到他的样子 吴奇政笑道 怎么了 小江 合同签了 还不高兴啊 江白露 才勉强露出笑容 说道 吴县长 高兴倒是高兴 只是 我现在想着 去找胡县长 把下面的事情办了 要不 你让我 你让我 先去找一下他吧 等找完他 我再来过来找你 行不行 吴奇政 不敢担保 胡义团 会把他签的合同 当回事 所以 现在根本 不能让江白露 去找胡义团 连忙 劝阻道 小江 你是不是 不相信我呀 胡县长那里 我和他 说一声就行了 你不用 去直接找他 江白露 这下子 无路可退了 这时 正好他妈妈 打来了一个电话 给他 说道 小路 你在哪里 金盟区的工程 妈帮你 重新接下来了 你不用 再到处 找新工程了 回来吧 一听到 他妈妈 打来了这个电话 江白露 立刻借机 说道 妈 你有急事找我呀 那好 我现在 马上回去 挂了电话 江白露 就对 吴习正说道 吴县长 我妈 有急事找我 要不 我先回去 等到四盟 我打电话给你 请你吃饭 好不好 看到江白露 急切的样子 吴习正以为 他真有什么急事 心里 大为失望 本想借机 和江白露 多待一会儿 甚至 再借机 开一点 他的油 却没有想到 他妈妈 这个时候 打来电话 让他一下子 没有了心情 有什么急事啊 要不要 我帮帮忙 吴习正 关心的问道 江白露说 我也不知道 是什么事 反正妈妈 让我马上回去 我得赶紧 回去看一看 我改天 请您吃饭 这合同 您看 我能不能拿回去 想到合同 已经签了 干脆 好事做到底 让他拿回去 让他拿回去吧 便说道 你拿回去吧 等有时间 我联系你 我们一起吃饭 江白露 答应了一声 便收拾起河头 向外面走去 到了外面之后 他又放慢了脚步 他没有想到 妈妈居然 帮他摆平了 金盟区工程的事情 这太让他感到意外了 但是 他当时 又不能细问这件事 所以到了外面 又拿起电话 打给他妈妈 他妈妈接了电话之后 听他问起这件事 便连连说道 女儿 这个 你就不要问了 妈不能看到你 为这些事伤心 只要你高兴就好了 实在不行 我们不做这些工程也行 你在外面 千万不要为了工程的事 委屈自己啊 知道妈妈 非常关心自己 江白露忙说道 妈 你放心吧 我知道该怎么做 我现在在西庭县这边 又接了工程 金盟区那边 也不是那么重要了 但如果 还能重新 再拿下来 也不错 妈 您是不是 找到什么大领导了 能让那个张震宇 同意再把工程给我 江白露的妈妈 沉默了一下 说道 女儿 这些事 你就不要问了 反正 能把事情解决就行了 有些事情 你是不需要知道的 不知道 妈妈会有什么事情 不让她知道 江白露说道 妈妈 你有什么事情 不要瞒着我呀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但也不能去求人家 我自己 能扛得住 江白露的妈妈 笑了一下 说道 好了 你就不要问了 以后 会让你知道的 第六百五十五章 何时 合同的真假 江白露和妈妈挂断了电话 挂断电话之后 感觉也没有必要立刻回去 想到吴奇正合同的事情 他还是有一些怀疑 这个合同到底有没有用 为什么吴奇正 不让他去找王俭和胡义团呢 这里面会不会有什么事情呢 想了半天 江白露决定跟王俭联系一下 了解一下情况 于是 就先打电话给王俭 王俭接通以后 知道他已经来到了西庭 很是感到意外 便问道 小江 你怎么不声不响的就来了 你现在在哪里啊 江白露就说道 王哥 我刚刚和吴县长签了一个合同 我想拿过去给你看一下 听到江白露已经与吴奇正签完了合同 感觉 感觉这合同签得太快了 便说道 那好 你来我的办公室一下吧 江白露就直接来到王俭的办公室 办公室里的工作人员 看到来了这么一个美女 都不由的 都不由得向他看过来 他倒是适应了男人的目光 也没有当回事 就直接来到王俭的办公室里 王俭正自己一个人呆在办公室里 江白露进去之后就笑着看向他说 王哥 我来了 看到江白露走了进来 王俭放下手中的工作 对他说道 你坐下吧 有什么合同啊 拿过来让我看一看 江白露就轻轻地走了过去 把合同递给了王俭 王俭接过合同后 就看了起来 看完后问道 这是吴县长刚刚和你签的合同 江白露马上说道 是的 刚刚签的合同 我也感到很突然 没想到会这么快 我不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 所以就过来向王哥你汇报一下 看了看江白露 王俭想了一下 拿起桌子上的电话 打了一下 然后说道 你坐在这里等一下 我让胡县长过来看一看 如果合同内容属实的话 你就接下来干吧 听到王俭要叫胡一团 江白露忙说道 刚才我就要去找胡县长的 可是吴县长很奇怪 说不用找他 到时候直接来施工就可以了 我也感到很纳闷 然后我就找了一个借口 就出来找您了 听到江白露这样说 王俭也感到很纳闷 不知道吴奇政的葫芦里 到底卖的是什么药 难道他还弄一个假合同 而糊弄江白露不成 县政府那边 吴县长是一把手 但很多事情都是胡县长 这个常务在那干 所以一些事情 必须让他看一看才行 否则到时候也没法进行施工 吴县长不让你去找胡县长 也许有他别的用意吧 不过现在我把胡县长叫过来 只要他认可了这个合同 你就可以放心的去干了 王俭把情况向江白露解释了一下 江白露听王俭这样说 就感觉吴奇政在县里没有什么实权 怪不得那天 他要带着他和王俭一起吃饭呢 不过这样也是机缘 否则他也不一定能认识王俭呢 现在他在没有实权的情况下 与自己签的合同 到底有没有效 如果胡一团不认可怎么办 幸亏自己机灵 没有太相信吴奇政 否则还真有可能让他占了便宜 最后有可能连工程也没能接成 这个吴奇政怪不得今天表现反常 看来也是有原因的 想了一想 江白露说 王哥 这么说 吴县长签的合同 如果没有胡县长的首肯 是不是就没有效力 听了江白露的问话 王俭不由的笑了起来 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 他是县长 法定代表人 从法律上讲 他签的合同是有效的 你现在的这个合同 如果拿到法院去起诉 我们西庭县政府一定败诉 听出了王俭话中的一点话音 江白露也笑了 王哥 我怎么可能拿着这份合同 来起诉你们呀 如果这份合同没有什么效力 我看不如把它撕了吧 王俭忙制止道 你先别急 胡县长还没有来呢 江白露这才笑着住了手 对王俭说道 王哥 上次的事情太谢谢你了 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说 金盟区那边的事情搞定了 我想这里面肯定有你的功劳 这话说的倒是让王俭有些懵了 上次明明张震宇没有答应吗 现在怎么又同意了 王俭就急忙问道 嗯 到底是怎么回事 张震宇同意把工程重新给你了 江白露说道 是我妈刚才打电话给我 那意思是重新给我了 具体是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 不过 我想我妈怎么可能让张震宇重新把工程给我呢 一定是王哥你的面子起了作用 听到江白露这么一说 王俭就更有些纳闷 这里面怎么还牵扯到他妈呢 要是与他妈妈有关系 怎么还可能与他有什么关系呢 小江 这件事与我没有什么关系吧 可能是你妈妈找的人搞定的 我虽然也去找了张震宇 但张震宇只保证 以后可以给你一些工程 但这次是不行的 他与赵区长的关系搞僵了 怕再给你 在赵区长那里没有面子 我考虑到这些 也没有强求他怎么做 王俭一边思考着 一边说道 江白露一听 原来是这种情况 看来 还是张震宇的面子重要 为了与赵区长争面子 就把自己给坑苦了 想了想说道 王哥 看来领导的面子 就能让我们倾家荡产呢 如果他要是不顾忌自己的面子 您肯定就把事情给解决了 这领导的面子到底是什么呀 王俭不禁笑了一下 说道 这个我也不好说 只可议会 不可言传吧 说他是官僚主义也行 但是 有时候 这种面子 还得必须存在 否则 反而会坏事 我也是没有办法 不过 既然你妈妈 已经帮你解决了 那就好了 西亭这边的工程 你也可以接下来 两边都干 王俭说的倒是实话 江白露连连点头 这个时候 胡义团 从外面走了进来 第一眼看到 江白露的时候 也是给震了一下 但他很快 看向王俭 说道 王书记 您找我 王俭向他示意了一下 让他坐下 胡义团就坐了下来 王俭便看向他 说道 这是市里的江老板 他刚刚和吴县长 签了一份合同 你来帮他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 听了王俭的话之后 胡义团急忙客气的站起来 与江白露握了一下手 而江白露也是很高兴的 与他认识了一下 然后 胡义团就接过江白露 递过来的合同 仔细的看了下来 看完之后 胡义团便抬起头 对王俭说道 王书记 这份合同 我从来没有见过 合同所说的这个工程 还没有开始向外招标 不知道 吴县长 为什么要签这份合同 我一点也不知道啊 如果我知道了 我会立刻向您汇报的 听到胡义团这样说 王俭就知道 这份合同 是吴奇政私下自己制作的 并没有经过 县政府常务会议的同意 既然这样 这份合同 能不能履行 就是一个大问题了 但是吴奇政已经签了 而且江白露也在这里 得想法 让这个合同履行了 想了想 便说道 这样 胡县长 这份合同呢 既然是吴县长已经签好了 那也是有法律效力的了 你就按这份合同 和江老板 和江老板旅行就是了 如果有什么问题 再及时告诉我 你看 这样行不行 第一眼看到江白露的时候 胡义团就知道 江白露可能和王俭 有一定的关系 现在王俭这样说了 他只有服从的份 哪还有什么其他的意见 虽然吴奇政签的合同 如果没有他的同意 这份合同 就没法履行下去 但是有了王俭的发话 这份合同 就没有任何问题了 因此 胡义团就马上说道 我完全按 王书记的指示去办 到开工的时候 就与江老板 履行合同就是了 如果江老板 还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可以再向我提 胡义团 马上答应了王俭的要求 江白露一听 也马上说道 哎呀 我没有什么其他的要求 能把合同 履行好就行 王俭点了点头 说道 那事情就这样定了 胡义团 你先出去吧 胡义团就答应了一声 走出了王俭的办公室 江白露看在眼里 感觉这个胡义团 就是完全听从王俭的样子 而吴奇政 恐怕没有这样的权威 否则 也不会不让自己去找胡义团 现在有了王俭的发话 就完全不需要 吴奇政说什么了 等胡义团一走 江白露立刻笑着说道 王哥 这件事太谢谢你了 如果我不来找你 将来这合同又再履行不了 那我就亏大了 真没有想到 吴县长居然会忽悠我 把还没有招标的工程 就跟我签了 王俭笑了一下 说道 吴县长可能是帮你心切吧 你也不要在意 只要有我在 你的合同 不会像金蒙区那样 半途而废的 听到王俭这样说 江白露急忙辩解道 王哥 我看吴县长没那么好心 他这不是帮我 简直就是在害我 以后我不会再找他了 江白露是故意这样向王俭说的 他觉得王俭还在认为 他与吴县正之间有着什么特殊的关系 他要借这件事向王俭表明立场 免得王俭再这样认为 看到他这样一说 王俭倒是真感觉到 江白露和吴县正的关系 可能并不很亲密 否则 怎么会用签合同这件事 来糊弄江白露呢 第六百五十六章 妈妈的往事 江白露从王俭那里回来 心情变得非常愉快 因为不但金盟区那边的工程 可能要继续下去 而且西庭这边的工程也签好了 并得到了王俭的同意 这样的话 两边的工程都可以给他带来不少的利润 想来这都是一种幸福 本来担心的工程要黄了 可没有想到转瞬之间就完全变了结果 西庭这边当然是王俭的功劳 吴其正也有那么一点功劳吧 而金盟区那边 就是妈妈的功劳了 连王俭都没能摆平的事情 他妈妈是如何摆平的呢 江白露就急于回到家 向妈妈问一问究竟 一走进家门 就进屋喊妈妈 他妈妈正坐在屋里面 听到江白露回来了 就走了出来 看到妈妈出来 江白露就走了过去 盲说道 妈妈 你在屋里干什么呢 他妈妈就赶忙笑道 没有什么 我就在屋里待了一会儿 休息一下 你从西庭那边回来的 江白露说道 我刚刚从那边回来 听说金盟区的工程又搞好了 我就抓紧回来看看 妈 电话里说不方便 回到家 你跟我说说 到底是什么情况 江白露就边说 边往屋里面走 当他走进那屋的时候 突然发现 他爸爸的遗像 被人动了一下 就急忙问道 妈 你动我爸爸的遗像了 他妈妈听到江白露的问话 忙说道 我刚才 把你爸爸的遗像 给擦了一下 时间长了 上面都蒙了一层灰尘 有些脏了 我给打扫了一下 江白露 嗷了一声 然后走到 他爸爸的遗像前 看了好几眼 然后轻声地说道 爸爸离开我们 都快有十年了 妈妈 你还在想着他 妈 要不 你再找一个人 嫁了吧 反正我现在 已经大了 不用你担心了 不然 将来我要是 嫁出去了 你一个人 我会老担心你的 听到江白露 这样说 他妈妈的眼睛 都湿润了 王说道 傻孩子 你说这些话 干什么 我一个人习惯了 不会再找了 你就是将来出嫁了 我也就一个人生活 有空啊 你回来看看我就行 江白露 江白露转身 走到妈妈身旁 抱住了妈妈 说道 妈妈 你为我受苦了 我一辈子 都不能报答 您的恩情 我要留在您的身边 留一辈子 永远都不出嫁 他妈妈拍了拍 江白露的肩膀 眼泪都流出来了 说道 傻孩子 不要再说了 你能幸福 就是报答妈妈 最大的恩情 将来 你一定要找一个 爱你的男人结婚 再生出一个小宝宝 我这辈子 就算了了心事 将来 我见到你爸爸的时候 也就有了交代了 听到妈妈 如此悲情的说法 江白露 忍不住 大声哭了出来 他妈妈 不停地安慰着他 过了好久 江白露的心情 才平静下来 妈 金盟区那边 是怎么回事啊 是谁答应你 要把工程 继续让我做的 平静之后 江白露 抹了一眼眼泪 向妈妈问道 他妈妈 闪了一下眼神 说道 这个 你就不要管了 是我的一个朋友 帮的忙 只要他出面 这件事 应当没有问题 你放心吧 不要再担心 这件事了 江白露 听妈妈这样说 也不知 他妈妈 是找了 什么样的朋友 就说道 妈 这件事 是赵北方 引起的 你的朋友 怎么能 说得动赵北方 要不 你的朋友 能说得动 张震宇 他妈妈 看了他一眼 说道 哎 傻孩子 你干嘛 要打破砂锅 问到底呢 这件事啊 你就不用管了 好了 你去 休息休息吧 看到妈妈 不愿意 告诉他 江白露 也没有再多问 直接回到 卧室里 去休息了 看着江白露 离开 他妈妈 也回到 自己的卧室 躺在自己的床上 不由的 回想起 那过去的往事 江白露的妈妈 全名叫 朱采妮 那当年 绝对是四盟市里 数一数二的 大美女 年轻时 可以倾倒 男人无数 而且 初春以 知识分子之家 气质 也是很高贵 大学毕业后 分到四盟市里的 一家研究所工作 在那里 他认识了 同为研究员的 江白露的爸爸 两人一见钟情 很是幸福 可是有一次偶遇 居然认识到了 在一家贸易公司 担任销售员的 赵北方 那时的赵北方 还没有现在的身价 而赵北方的哥哥 赵东方 也没有当上什么高官 不过是 下面一个县的 香尾书记 想利用他哥哥 赚什么钱 也还不行呢 但那时的赵北方 就是有一些痞子气 见到 卓彩尼之后 也立刻被他吸引了 就想着追求他 但卓彩尼 怎么可能看上他呢 所以 没有任何犹豫 就把他拒绝了 赵北方 赵北方当时 也没有什么势力 看到心仪的女人 不喜欢他 他也没有什么办法 虽然也纠缠了几次 但最终 他还是放弃了 一晃十几年过去 赵北方 逐渐成为四盟势力 有名的富豪 而赵东方的官 也越来越大 他的势力 就越来越大了起来 而江白鹿的爸爸 也依靠自己 个人的技术发明 搞了一些东西 在他的宝岛爷爷的资助下 也发了价 那时候 江白鹿一家 是非常的幸福 但是好景不长 江白鹿的爸爸 突然得了一场重病 虽经四处治疗 但最终 还是无力回天 撒手西去了 留下了江白鹿母女 朱采妮 在江白鹿的爸爸 去世之后 年龄也不大 但是 他没有去再婚 而是一直拉扯 江白鹿长大 长大后 还帮着他 做了一些生意 而江白鹿 非常聪明 很快 就能独立起来了 要不是碰到这次事 也许生活 就不会生出一些波澜 但是赵北方的 再次出现 给他家 又带来了波折 这么多年了 朱采妮 就没有再见过赵北方 虽然一直知道 他现在的势力 越来越大 但也丝毫 没有什么羡慕的想法 如果不是 从江白鹿的口中 知道赵北方 在为难江白鹿 也许 他连这个名字 也不会再听到了 但是赵北方 终于又出现了 虽然赵北方 并不知道 江白鹿 是他的女儿 但江白鹿 一如他妈妈的美貌一样 又吸引了他 在过去 他没有多少办法 能让朱采妮就范 但现在 却是有着庞大的实力 让江白鹿 遭受痛苦 朱采妮 不能让自己的女儿 再受到什么委屈 虽然 他知道赵北方 不是一个好人 但是为了女儿的事业 他想了好久 决定 亲自找一趟赵北方 请他手下留情 不要为难江白鹿 朱采妮就在江白鹿 不在家的空档 一个人来到赵北方公司的总部 请求要见赵北方 当赵北方再一次听到 朱采妮这个名字时 他并没有费多少力气 就想起了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 曾经让他魂牵梦绕 即使到了现在 也难以忘怀 当他初次见到江白鹿的时候 感觉还真有一些 虽然岁月 让朱采妮 增添了一些时间的印痕 但是那美丽的容貌 和高贵的气质 还没有多少改变 依然 是那么的让人远观 而不可以禁玩眼 赵妮 是你呀 来 快坐快坐 赵北方立刻从椅子上站起来 心情还有些激动的 对朱采妮说道 朱采妮也很坦然 朝旁边的沙发 就坐了下来 赵北方走出椅子 给他倒了一杯水 然后也朝旁边的沙发上 坐了下来 赵妮 我都不敢相信 是你来找我 这么多年了 我做梦 都会梦到你的影子 没想到 今天我们会再次见面 怎么样 这些年过得还好吧 赵北方坐下来之后 看向朱采妮说道 朱采妮看向前方 平静地说道 托你的福 这些年 我过得还不错 你这些年 也是很风光啊 赵北方 赵北方 哈哈一笑 我这不过就是赚了点小钱 没有什么了不起的 我今生呢 最大的遗憾 就是没有把你追到手 怎么样 你现在的那位 是不是比我优秀了 没想到赵北方 还在想着江白露爸爸的事 朱采妮冷冷地说道 我今天来 是想找你说一些事情 别的 我不想谈 如果你能看在我们曾经认识的份上 高抬一下跪手 我会感激不尽的 赵北方又笑了一下 然后眉头一皱 说道 你今天来找我是有其他的事情 朱采妮说 我希望 你能不再为我女儿为难 不要再干涉她在金盟区的生意 这样的话 我们以后 也许还可以做朋友 赵北方一听到朱采妮 说起她女儿的事情 不仅就问道 你女儿 她是谁 我认识她吗 朱采妮淡淡地说道 她叫江白露 你应当认识她 江白露 你原来是江白露的妈妈 怪不得你们两人长得这么像 没想到 你的女儿又是一个大美女 真是让人感慨啊 赵北方不禁叫了起来 朱采妮 没有说话 赵北方感慨了一下 然后看向她 显得不高兴地说道 你女儿 我只见过她几面 想与她交往交往 她也不大理会我 与当年的你一样 现在 你又来找我 我恐怕 无能为力啊 她在金盟区的生意 那是张震宇的事 与我无关 虽然 我想帮你 但是 也帮不了啊 你说 该怎么办呢 扶摇直上 今天就为您播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想收听更多章节 更快更新的听友们 可以关注 大纲有声工作室的 微信公众号 国际庄的卢司令 文字呢 在本集的标题 已经著名 进入公众号后 发送扶摇直上 四个字 即可获得主播QQ群 等全集快速收听方式 期待与您成为朋友 我的微信 小写字母 李志刚全拼1969 小写字母 李志刚全拼1969 更多我的声音 等你来听 第657章 答应赵北方的要求 赵北方根本不承认 自己为难江白露的事 而且摆出 根本与自己无关的样子 看上去是爱莫能助 说完之后 就看向朱采妮 朱采妮 这才转过头 看向她 知道她是在故意难为自己 虽然说 当年她对自己很着迷 但现在 没有好处的事 她是不干的 所以 听了她的话之后 就说道 我今天既然来到这里 你就应当知道我的意思 只要你放过我女儿 我什么事都答应你 我现在是和我女儿相依为命 希望你能放过她 让她好好地经营自己的事业 就当 是我求你了 赵北方 用一双灵力的眼神 看向朱采妮 过了半天 突然哈哈大笑起来 你现在 是求我了 那个江百成呢 难道 她不在了 朱采妮 咬紧嘴唇 没有说话 过了一会儿 才说道 你就 答应不答应吧 如果不答应 我们母女两人 就离开这个地方 听到朱采妮的话之后 赵北方 盲说道 答应 我怎么能不答应你请求呢 你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呀 虽然过了这么多年 但我第一眼见到你的时候 还是被你打动了 不过 要是让我答应你 你应当 也知道我的心思 赵北方一说完 身子就向朱采妮那边移动 一双手 就伸了过去 放在了朱采妮的手上 朱采妮 身子抖动了一下 但是没有把手拿开 但却把脸 转向了一变 看到他这个样子 赵北方 立刻变得 胆子更加胆大 就一把 攥住了朱采妮的手 眼睛 逼近了他的脸 喃喃地说道 赵妮 你是我多年来 一直惦记的女人 当年 要不是那个江百成 横刀夺爱 也许 我们就走在一起了 现在 那个江百成 是不是不在人世了 他应当 不会和你离婚的吧 对不对 赵北方 那身上的气息 刺激着朱采妮的鼻子 他很想 立刻抽身离去 赵北方 就是一个 不要脸的人 当年 他何曾 入过他的法眼 现在说起来 好像是自己 与他产生过 什么感情似的 赵北方 过去的事情 就不要再提了 如果你答应我的要求 就请你 立刻跟那个张震宇联系 让他 同意白鹿 继续履行 与金盟区政府的工程 只要你帮我 办了这件事 你想怎么样 就怎么样 朱采妮 忍受了赵北方 对他的骚扰 赵北方 一听到这个要求 马上笑道 这个很简单 我打电话 给张震宇就是 不过 今天晚上 你必须到这里来 怎么样 晚上 我女儿回家 等我女儿不在家 再来你这里如何 朱采妮想拖延一下 尽量不让赵北方得逞 赵北方 哪能上他的当 转念一想 转念一想 说道 这样 我们现在就出去 带你去玩一会儿 那件事 是小事一桩 只要你今后跟了我 我不但不为难你的女儿 而且还帮他搞一些工程 怎么样 朱采妮却说道 我只求你这一件事 其他的事 不用你管 我也 只和你在一起 这一回 要想让我一直跟着你 那不可能 听到朱采妮这样说 赵北方 转了转眼珠子 说道 如果是这样 你也太现实了吧 难道 就不能给我一个机会 让我好好的 与你度过余下的岁月 赵北方 说得看上去很动情 但朱采妮 确实不为所动 而是说道 赵北方 我现在都这样求你了 你还要怎么样 强扭的瓜不甜 当初 我没有答应你 现在 更是不可能了 你身边的女人那么多 岂会少我一个 如果你想要钱 这个我可以满足你 但是 你想一直与我在一起 绝不可能 听到朱采妮 如此决绝 赵北方知道 是不可能 长久拥有 朱采妮了 但她是一个 在社会上 引进多年的人 说出的话 实际大概 只有一句是真的 虽然说 答应了 朱采妮的要求 但这件事 还是在 她的掌控之中 如果临时答应她 然后 再想发 为难江白露 到时候 她不是还要就范吗 想到这里 赵北方笑了一下 说道 朱采妮 我这个人 是一个很好说话的人 也不是和你谈什么条件 既然 你不想和我在一起 我也不强求 怎么样 朱采妮 看了一下她 说道 那好 我们都现实一点 你先打电话给张振宇 让她同意那件事 等这件事 办好之后 我就来找你 眼看肉 就要到手了 朱采妮 需要让她 办成这件事之后 再过来找她 这怎么能满足她的要求 因此 赵北方 马上说道 我现在 就打电话给张振宇 保证让她 把这件事办成 然后 我们就出去 好不好 朱采妮 不动声色的说 那我怎么能确认 金盟区政府 就能履行合同呢 如果你愿意 答应我的要求 就先帮我这个忙 然后 你做什么都可以 而且 你做完之后 如果我没有履行诺言 你自可 让张振宇 再毁约 即使 怎么样 朱采妮 说的也有道理 但是赵北方 却是等不得了 对她说道 我这个人 性子极 如今 见到你 更是情不自禁了 我现在就打电话 然后 我们就出去 如果你不答应我 那就算了 别说不讲情面 赵北方 虚晃一招 摆出一种 无所谓的态度 让朱采妮 为难了起来 现在是 人为刀阻 我为鱼肉 如果不答应 赵北方的要求 这个问题 就没法解决 但如果相信了他 又怕他 耍自己 所以 他最后 咬了咬牙 说道 那好 你可不要食言 你现在 就打电话 给张振宇吧 赵北方 这才笑着 站了起来 走到办公桌旁 拿起了电话机 打给了张振宇 为了能让 朱采妮相信自己 专门 打开了免提 电话接通之后 那头就传来了 张振宇的声音 赵总 有什么指示啊 赵北方 看了一眼 桌采妮之后 说道 张振宇 上次我和你说的那件事 我想请你 再帮个忙 张振宇问道 赵总 你说的是哪件事 赵北方说 就是江白露 那件事 你还是把工程 让他继续做吧 不要再与他解约了 张振宇听了之后 感觉奇怪 于是就问道 赵总 你怎么又变卦了 我已经让赵区长 和江白露解约了 现在再让他继续干 我们去政府成什么了 一点信用也不讲了吗 赵北方却说 什么信用不讲了 你们让他继续干 不就是讲信用了吗 这件事 就拜托你了 张振宇一听 差点没气倒 这小子 让自己不讲信用 解除了和江白露的合同 现在 却又让自己不解除了 还说 这样就是讲信用了 简直就是乱来嘛 赵总 这件事不行啊 我不能再变了 而且这里面的事情 有一些变化 我也做不了主了 以后再说吧 好不好 张振宇 不能再答应 赵北方的要求了 这简直就是儿戏啊 连王俭都没有答应 现在 怎么能再答应他呢 听到张振宇 不答应自己 赵北方的脸 一下子变了 周采宇正在听着他的讲话 而张振宇 却是不给他面子 这怎么办 振宇兄弟 这件事情 真的拜托你了 如果你不好说 我直接跟赵区长说怎么样 事成之后 我一定重谢老弟 你看行不行 赵北方 都有一些请求的语气了 这让张振宇 也感到很奇怪 便说道 我说赵总 你怎么变得这么快呀 你真让我很为难呢 赵区长当初 是我压着才解除合同的 结果 弄得我与他之间 还有点不愉快 现在 又要变过来 你说 我的脸面 往哪搁呀 这件事 真的不行啊 赵北方真急了 说道 老弟 这件事 必须办 就请你多帮忙了 如果赵区长 想搞你的事 你交给我 我帮你把他摆平了 他那里 你要是不好说 我直接和他说 张振宇 看到赵北方 如此急切 想必 是有了特殊的情况了 如果不答应他 这个人 是什么事 都能做出来的 他不担心 他不能成事 但担心的 他会坏事 因此 现在只好 先答应着 看看情况再说 张振宇就说道 那好 这件事 我算是为你尽力了 赵区长那里 我去说就可以了 但今后 你可不能 再让我干这种事了 请你理解 哎呀 兄弟呀 赵北方听了之后 立刻笑道 哎 那是一定的 谢谢了 老兄弟 我忙完之后 一定中谢 得了 先这样吧 张振宇可不想再和他搞在一起了 说完 就挂断了电话 打完了电话 赵北方 转头就对 卓彩妮说 你听到了吧 这事 是废了老大事了 没有办法呀 谁叫你来求我呢 我就是喝出去 也要把这件事办成 怎么样 现在 可以走了 好吧 桌彩妮坐在那里听着 感觉对方 确实是张振宇 否则赵北方 也不用费这么大的事 而之所以 费事的原因 完全就是赵北方 一手造成的 先让人家解约 现在 又让人家再履约 是谁 也不会同意的呀 不过还好 看样子 张振宇 还是很买赵北方的账 这个让人讨厌的家伙 果真 是从中为难女儿的 罪魁祸首 我看 张振宇答应得很勉强呀 一旦 他不听从你的话 而没有办成呢 桌彩妮 还是质疑了一下 赵北方一听 急了 说道 你都看我急成什么样了 他还敢办不成吗 你可不能再反悔 第六百五十八章 反复无常 看到赵北方急成这样 卓彩妮知道 不答应赵北方 是不行了 甚至连这间屋子也出不去 想了一想 他只好答应了 赵北方顿时笑逐颜开 走过来就抱住 卓彩妮的肩膀 然后说道 那我们走吧 想去哪里 随便 卓彩妮面无表情的说道 赵北方 也没有理会 他的态度 就带着他 走出了办公室 上了他的车 静止 向市区开去 赵北方 就带着他 来到经常去的 一家大酒店 在里面 开了一间房 就把 卓彩妮 带了进去 一进酒店的房间 赵北方 就迫不及待的 扑上去 卓彩妮 盲说道 你快去 洗一下澡 这一下子 就提示了赵北方 赵北方抱住 卓彩妮 就进了洗澡间 卓彩妮 一直是面无表情的样子 跟着他 进了洗澡间 洗完澡之后 赵北方 又迫不及待的 将他抱到了床上 看着卓彩妮 那美丽的铜体 赵北方 早已忍不住了 就直接扑了上去 只是 卓彩妮 完全是被动的应付 在他身上 动了几下 赵北方觉得 没有情趣 便从床上下来 到自己包里 拿出一个U盘 然后 在酒店房间的电脑里 放起了露影 把卓彩妮 从床上拽过来 一起看 卓彩妮 本来根本就不看 但经不住 赵北方的声拉硬拽 就看了一眼 发现 发现 是一个年轻男子 与一个年轻女子 在一起的画面 他以为 是什么A片一类的 但赵北方 却笑着对他说 你知道 这个男人是谁吗 卓彩妮 没有说话 看到他没有说话 赵北方 就接着 对他说道 这是 我们市里的 一位副书记 还是从上面下来的 大领导 怎么样 画面精彩吧 卓彩妮 看了一眼后 马上转过头 说道 你们 都没有一个好东西 赵北方 哈哈大笑起来 说道 现在呀 这个社会 就是这个样子 谁有能力 谁就占据一切 你别看他 在台上 是道貌岸然 私下里 还不如我呢 来 我们一起 欣赏欣赏 以后 如果你碰见他 说不定 还能认识他呢 卓彩妮 没有再看 赵北方 就又把他 拉上了床 然后 就与他 翻云覆雨起来 张振宇 在接完 赵北方的电话之后 是狠叹了一口气 这个赵北方 实在是太胡闹了 简直把他 当成了自己的小马仔 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但是 还又不能得罪他 因此 他就想了一想 既然赵北方 提出了这个要求 而王简 也给他打了招呼 只是 当时没有及时 答应王简 现在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 何不 做一个顺水 人情 答应 王简呢 想到这里 张振宇 做出了决定 第二天 他先打电话 给赵区长 让他继续履行 与江白路的合同 赵区长 接到他这个电话之后 也是一头雾水 心里在想 张振宇是想干什么 就干什么呀 想怎么干 就怎么干了 简直就是没把他这个区长 放在眼里 不过 他本来 就不主张解除合同 现在 让他继续履约 恰恰说明 他的主张是正确的 而张振宇 肯定是受到了 外面的压力 又被迫 要履行了 这让他 也解了一口气 赵区长 就答应了 张振宇的要求 张振宇和他通完电话之后 就直接打电话给王俭 告诉他这一消息 王俭没有想到 张振宇会再给他打电话 并且告诉他 江白路的事情办妥了 不知道 这里面到底是自己的原因 还是其他人的原因 不过 张振宇既然这样说了 也是一件好事 算是给了他一个面子 对江白路 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接完张振宇的电话 王俭就急忙打电话 给江白路 而此时的江白路 已经从妈妈那里 知道了这件事 但他还是不怎么相信 而且赵区长 也没有给他打电话 因此 当他听到王俭 也提到了这个消息之后 才开始相信 只是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一方面是妈妈告诉他 把事情摆平了 而另一方面 王俭也告诉了自己 这个消息 到底是谁 在起的作用呢 带着这个疑问 江白路 就向王俭说道 王哥 这件事多亏了你了 是张振宇 看在你的面子上 又重新履行合同的吧 王俭听了之后 确实说道 这个 我也不太清楚 上次没有答应我 现在 却告诉我 又办好了 我也是一头雾水 但不管怎么说 他都这样说 应当不会骗我 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了 再继续 旅行合同就是了 听到王俭这样的回答 江白路感觉 真是很蹊跷 王俭也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那到底 是谁在起的作用呢 如果是王俭在起作用 那当时怎么不答应 如果不是王俭在起作用 张振宇 为什么要告诉他 难道张振宇 只是做了一个顺水人情 那妈妈又起到了什么作用 江白路 想到这里 马上又和妈妈联系 此时 周采妮 正待在家里 回想起 赵北方 与自己交往的情况 他感觉 真对不起 江白城了 但是为了女儿 他又必须这样做 只是今后 绝不会再让赵北方得逞了 接到江白路的电话之后 周采妮 一听到王俭打电话给他了 心里也是高兴起来 这说明赵北方没有食言 自己的牺牲 没有白费 便对江白路说 你不要问那么多了 也许 是你说的 那个王书记起的作用吧 我找的朋友 也起了一点作用 反正 现在事情办成了 你就不用管了 江白路听到感觉也是 也许 是两个人 共同作用的结果 现在事情办成了 自己也不用管那么多的事 与妈妈通完电话 赵区长就打电话给他了 接到赵区长的电话 江白路真正相信 这件事成了 那就不用担心了 现在唯一担心的 是赵北方 会不会对他进行骚扰 他现在必须找一个 能保护自己的人 而这个人 就只有王俭了 因此 为了能进一步 与王俭打交道 他还必须 去西庭 把那个工程拿下 这样 才能有机会 和王俭有更多的接触 如果能与王俭 成了真正的好朋友 赵北方 必定不敢 再来骚扰自己 而赵北方 在与卓彩尼缠绵完之后 又感觉 这样太便宜了 卓彩尼 才一夜春宵 就让江白路 几百万的工程 又继续施工了 这里面的利润太大 而卓彩尼以后 却是不想和自己 待在一起了 这样怎么行 想到这里 他又有些后悔了 便拿起电话 又打给张振宇 张振宇一接到他的电话 感到头皮都麻了 有些懒懒的问道 赵总 你又有什么指示啊 赵北方 就问了一句 振宇 江白路的合同 又继续履行了吗 张振宇马上说道 我都安排完了 怎么了 你老兄 不会再说 不履行合同了吧 没想到张振宇 搞得这么迅速 赵北方 就是吃了一惊 你说的 可是真的 有这么快 听到赵北方的反问 张振宇说 赵总 你安排的事情 我敢不快点给你办吗 我这可是给足你面子了 要是换做别人 我无论如何 也不会答应你的 张振宇 在他面前邀了功 赵北方 却感觉心口疼 自己还没有玩完捉彩腻 张振宇 却是这么快 就让江白路 履行了合同 这简直就是 出乎他的预料了 振宇 当时 你不是很勉强吗 怎么办得这么快 你也等我 再打电话给你 你再办呢 赵北方 有些懒悔的说道 一听这口气 张振宇就知道 赵北方又想变卦了 便说道 我说赵总 我说赵总 你不会是又变卦了吧 赵北方说 你不知道 当时我是被逼的 本想让你先答应下来 然后再跟你细说的 可是 你却一个劲的不答应 我只好求你先答应了 没想到你会办得这么快 完全和你当时说的情况 不一样嘛 现在 还能收回成命吗 张振宇马上说道 现在已经晚了 我已经跟赵局长说完了 你就是想反悔 也来不及了 如果你还想让我解除河头 对不起赵总 我是爱莫能助了 知道张振宇 是不会再帮他这个忙了 赵北方 有些沮丧的说道 这件事 多谢你了 有时间 我请你吃饭 张振宇忙说道 好了 我不和你多说了 挂了啊 张振宇 是不想再和他多说了 要是再跟他一起吃饭 他到时候 再提起这件事 又会搞得他不好办 所以 还是不再见面的好 甚至啊 连电话 也不要打 赵北方挂断电话 想着朱采妮 那美貌的容颜 和那洁白的铜体 他决心 不能就这样放过他 必须得想着法子 再跟他在一起 然而 金盟区工程这件事 是没有办法 再来为难江白露了 但是 他还可以 有其他的法子 来为难江白露 虽然 江白露 他是无法得到的 但是 他可以送给别人 然后 再来要挟 捉采泥 而他 会把江白露 送给谁呢 自然 就是好色成性的 陆凯明了 陆凯明 如果见到了江白露 他一定会被迷住的 而到时候 就可以告诉 朱采妮 如果他不答应 自己的要求 就把江白露 送给陆凯明 看他 敢不就范不 想出这个主意之后 赵北方 突然自己 觉得自己都挺恶心 这样做 是不是他妈的 太损了点 但这只不过 是他心灵上的 一次小小的闪光 很快 贪念 就把他的良知 给淹没了 如果他不这样做 他就不是 赵北方了 第六百五十九章 奇怪的调动 王俭正待在自己的办公室里 唐慧突然从外面走了进来 看到他后说道 王书记 跟你说一个事情 马德光和郑中人 要调到市里去了 而且 是作为领导干部调走的 市委组织部 跟我打了招呼 我过来 向你汇报一下 听到这个事情 王俭的脸上 就是一愣 说道 他们两人刚刚被处分完 怎么就被调走了 哪里下的调令 唐慧说道 是市委组织部下的调令 我感觉 这事也有些不妥 就过来跟你说一下 王俭皱着眉头 想了一下 感觉这件事 太蹊跷 自己刚刚处理完他们 他们就被调走了 而且 是调到市里 这样的话 处分对他们 还有什么用 从县里 居然升到市里了 这简直 就是打他的脸呀 看了一看唐慧 王俭说道 这两个人 刚刚被我们处理 如果现在 就让他们调走了 那处理他们 还有什么意思 很多干部 这边处理了 那边就复出 在社会上 产生了很多 不利的影响 我们这次 坚决不能这么干 这样 你跟市委组织部 汇报一下 这两个人 坚决不能调走 如果要调走 请他们直接 与我进行沟通 没经过 我们县委的同意 市委组织部 也不能 从我们县 调走人 王俭 很严肃的 向唐慧 提出了要求 唐慧感到 这事 确实很重大 市委组织部 到底是怎么回事 为什么要调 这两个人 难道他们 找了市委组织部 的关系 向东山再起 唐慧想了一想 说道 那好 王书记 我去和市委组织部 交涉一下 看看 是什么情况 王俭说 这件事 一定要高度重视 否则 我们的处理 将没有任何效果 根本起不到 什么震慑作用 这不是 我们处理 他们的初衷 唐慧 答应之后 就离开了 王俭的办公室 王俭 坐在办公室里 思考着这件事 确实有点生气 这两个人 简直就是没把他放在眼里 出了事 处理了他们 他们居然去找关系 从西庭调走 而且级别 也不变 到了市里 还能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 这说明 只要他们有关系 就可以不受规定约束了 想完这些事情 省旅游局的红军 给他打来了电话 一看是红军打来的电话 王俭就是很高兴 这些天来 就是在等他的消息 想知道项目到底 批下来没有 接了电话之后 就急忙笑着说道 红大哥 是不是给我带来什么好消息了 红军一下子笑了起来 哎呀 我说王俭呢 你的鼻子很尖嘛 这么远就闻到香味了 你说的没错 好消息终于来了 省政府已经批下了西马山开发的方案 初步投资十个亿 省局领导还让我具体负责这件事 以后啊 我们就要一起合作了 一听到是这个结果 王俭高兴的差点跳了起来 说道 红大哥 这下可好了 我们两个人合作 那事情就好了 项目准备什么时候动工啊 红军说道 项目批了之后啊 还需要省财政厅的拨款 你和贾培员打个电话 让他帮帮忙 把钱尽快拨下来 拨下来之后就动工 听了红军的话之后 王俭很激动 不过 他又想起深河两岸 冰河大道开发的事情 就问道 红大哥 深河那个宾河大道的事情 是不是也已经批了 两边一起动工 那就好了 红军虽然不是负责这个事情的人 但他也是打听到一点事情 就说道 这件事啊 我听说了一点 主要是钱的问题 据说需要二十个亿 省财政没法拿出这些钱 王省长虽然想办这件事 但是牵扯到二十亿的资金 也不是他一个人说了算的 所以这件事啊 恐怕还需要一点时间 听到是这个结果 王俭有点失望 如果两边能一起动工 那就好了 现在看来 只能先进行西马山的开发 深河开发的事情 要往后拖一拖了 不过 这也是一件好事情了 王俭向红军 表示非常感谢 说完之后 就挂断了电话 挂完电话之后 王俭就在考虑 如何成立一个机构 来开发西马山 经过这一段时间的酝酿 他脑子里也有了一个成型的想法 那就是成立西马山风景区 开发委员会 由专门的人员进行开发 由于西马山的开发 一下子就牵扯到十亿资金 因此管委会主任 这个职位就显得非常重要 本来他打算 让山泉乡的乡长杜长达 担任管委会主任的 但是这笔资金太大 让他来掌管就不合适了 有必要提高管委会主任的级别 才能显示其重要性 而且也能与红军的级别相对应 要说与红军的级别相对应的 应当是吴奇正 他是县长 可以兼任这个管委会主任 但是王俭不想用他 感觉还是由常委 副县长胡义团担任为好 而胡义团不可能把全部精力 投入那个地方 因此还要设立一个常务副主任 而这个常务副主任 他想就用杜长达 杜长达此时 在乡长的位置干了有一段时间了 他现在也想着怎么向上提拔 西马山开发的事情 让他也燃起了希望 但是想竞争这个职位的人 有不少 就是乡委书记李如意 也在想着这个职位 只是李如意在商东调走之后 他没有了靠山 而杜长达与王俭的关系 一直不错 刚刚要有想法开发西马山的时候 王俭就有意让他担任管委会主任 那现在马上要成立管委会了 应当说他的希望是很大的 唐慧很快就和市委组织部联系上了 市委组织部干部科的同志 对他说道 调动他们两个人是部里领导的意思 他们只是奉命行事 如果有什么疑问 可以直接向部里领导反应 要和部里领导沟通 一听到林泽宇的主意 一听到林泽宇的主意 唐慧什么话也不能说了 毕竟他还没有达到直接和林泽宇对话的地步 因此就说了一声谢谢 就把电话挂了 与市委组织部联系完 唐慧又去向王俭汇报此事 王俭仔细听完他的汇报 脸上就一下变了下来 他实在是没有想到 马德光和郑中仁两个人 会找到林泽宇这样的关系 而他也没有想到 林泽宇还真会管这件事 他这么一管 自己怎么办呢 难道就眼看着这两个人 被他调走了 唐部长 市委组织部没有说 为什么要调走他们吗 王俭又问了一下 唐慧说 他们说是工作需要 再细问他们就不说了 市委组织部的人牛得很 我们得罪不起啊 唐慧说的倒是实情 县委组织部肯定要比市委组织部差远了 虽然他们对王俭这样的县委书记不能怎么照 但是对唐慧这样的干部 还是很有发言权的 听了唐慧的话之后 王俭说 哦 那我知道了 相关的手织你先不要给他们办 如果他们要是再找你 你就告诉他们来找我 由我来和他们说 唐慧答应道 王书记 那你要及早想办法 否则 我恐怕顶不住他们的压力 毕竟 以后我们县委组织部 还要经常与他们打交道呢 王俭说 这个好说 你不用担心 我来与他们交涉 唐慧也没有再说什么 他知道 王俭是一个很有办法的人 不会轻易 让马德光和郑忠仁两个人调走的 唐慧走了之后 王俭在考虑 这件事该怎么办 到底是放马德光和郑忠仁两人走人 还是直接与林泽宇打电话 告诉他不要调动这两个人 考虑半天 王俭决定 先去了解一下情况 能让林泽宇 调动马德光和郑忠仁的人 要么就是林泽宇 与他们有着很深的关系 要么 就是有什么重要人物 找到了林泽宇 而如果是前一种情况的话 在处理他们之前 林泽宇 或许就给他打电话了 而林泽宇自始至终 没有找到他 这说明 林泽宇和他们 没有什么交情 但也不排除 林泽宇考虑到 他可能不会 为了人情 放过他们 所以 不如不来找他 而等待处理完之后 就把他们调走 而如果是第二种情况的话 马德光和郑忠仁 会找到谁呢 在县里 他们与吴奇政的关系很好 吴奇政 会不会找到林泽宇 让他帮忙 这是很有可能的 但是吴奇政的面子 到底有没有这么大呢 毕竟吴奇政 还只是一个县长 虽然是赵东方的女婿 但现在的林泽宇 势头很猛 如果赵东方出面说话的话 他还有可能只听从 但是吴奇政 就不一定了 难道 他会为了吴奇政 而得罪自己 或者说 他根本不知道 这两人的具体情况 而受吴奇政 蒙骗了 除了这两种情况 还有没有第三种情况呢 如果是马德光和郑中人 找到更高层的领导 而更高层的领导 给林泽宇打了招呼 那林泽宇很有可能 为了他们的面子 而帮马德光和郑中人调动 这也是一个很有可能的事情 只是 马德光和郑中人两人 如果有这种关系 那他们怎么会不早说呢 没有利用他们的关系 来谋取个人的仕途呢 这些都让王俭 有些困惑 他需要认真了解一下 这些情况了 第六百六十章 谈话了解情况 王俭 在想好之后 打电话给唐慧 让他去给马德光 和郑中人两人谈话 告诉他们 在处分期间 不准调动 不准提拔 要好好反思自己的错误 定期向县委组织部 和县纪委 汇报自己的反思情况 唐慧接了王俭的电话之后 就立刻着手这件事 把马德光 郑中人两人都叫了过来 这两个人 不知道唐慧 找他们有什么事情 心里在想 这刚刚被处分 不会有提拔的事情吧 县委组织部长 看嘛要找 他们两人谈话呢 他们两人 找吴奇政 也没有抱太大的希望 所以 他们接到唐慧的电话之后 也才是一头雾水 到了之后 两人就看向唐慧 笑道 唐部长 我们两个 是受处分的人 不知道 您找我们 有什么事啊 看一下他们两个 唐慧显得非常严肃的说道 王书记委托我 正式通知你们 你们在处分期间 不准调动 不准提拔 要你们两个好好反思 并且要定期 向县委组织部和县纪委 汇报你们的反思情况 你们两人 听清楚了没有 没想到 是这样一个情况 马德光就问道 唐部长 我们已经被免职了 难道 这个还不够吗 那您 什么时候 给我们安排工作呢 唐慧 用一种怀疑的眼神 看了看马德光 问道 你们两人 有可能延长 这是我代表组织 给你们的正式谈话 唐慧 很怀疑他们 不知道自己 找他们的原因 明明明 明明市委组织部 已经开始调动了 他们却装作 不知道的样子 考虑到 王俭的要求 对他们进行了一个 比较严肃的谈话 马德光 马德光和正中人 两人 听了唐慧 非常严肃的谈话 一下子蒙圈了 到底是什么原因 让唐慧 把他们叫过来谈话 而且还说得这么严厉 唐慧怎么说起 他们往市里调动的事情 难道 他们找吴奇政 调动的事情 让唐慧知道了 只是现在 还没有调动 唐慧干嘛 要这么说 给自己打的预防针 马德光芒说道 唐部长 我们没有想着 向市里调动啊 我们也正在进行反思 对自己的错误 也是认识深刻 你千万不要延长 我们的处分期间 我们两人 也够丢人的了 给我们两个 一点面子好不好啊 听到马德光这样说 唐慧并没有相信他的话 就说道 这可不是丢人不丢人的事啊 你们早知道如此 何必当初呢 现在市委组织部 打电话给我 说要调动你们 是怎么回事 你们给我解释一下 一听到这话 两人顿时愣住了 郑中人更是惊讶得不得了 市委组织部 怎么会想着调动他们两个 这里面到底是怎么回事 马德光一听到这个消息 心里一下子 就想到了吴奇正 曾经对他们说的话 难道他找到办法 来帮自己了 市委组织部 现在打电话给唐慧 要调动他们了 两人一下子 变得兴奋起来 马德光立刻问道 唐部长 市委组织部 什么时候打电话给您的 我们是一点也不知道啊 市委组织部怎么说的 唐慧觉得两人 不可能不知道 市委组织部要调动他们 以为他们两人 还在这儿装呢 所以就说道 你们两人 少在我面前装 市委组织部都打电话来了 你们敢说不知情 你们居然绕过 县委组织部 直接让市委组织部 来调人 你们眼里 还有西庭县委吗 别说你们 正在处分期间 就是没有处分 你们这样也不行啊 你们要把具体的情况 告诉我 我好帮你们 向县委解释一下 唐慧 想从他们嘴里 套出一些情况 所以就这样 对他们两人说道 正中人 没有马德光 那么灵活 心里 一心想着 怎么能从县里调走 听唐慧这样说 马上说道 唐部长 市委组织部 要调我们 我们也没有办法呀 唐部长 你不会 不放我们吧 唐慧一下子 又严肃起来 说道 你们 还没有回答我的话呢 老马 你把情况 跟我说一说 马德光 装作一点也不知道的样子 说道 唐部长 我们也根本不知道 是怎么回事 我们也是 第一次听您说 市委组织部 要调我们 这 也很出我们的意外呀 你要说是什么情况 我们真不好说 唐慧一下子 拉起了脸 说道 市委组织部 已经开始要调你们 你们居然跟我说 一点情况也不知道 你们觉得 这样能骗得了谁呀 说出来 有人相信吗 如果你们不说清楚 我就按照王书记的要求 不给你们办调动 你们 就是想走 也走不了 郑中人急忙问道 唐部长 您刚才说 王书记 不准我们调动 不准我们提拔 是不是 就指这个事啊 唐慧 看了他一眼 说道 那是王书记的要求 但是市委组织部 已经打电话给我了 只要我给你们出手续 县里也没法阻止得了 市委组织部 但是 如果你们不向我说清楚 对不起 我就不能给你们出手续 能拖到什么时候 就拖到什么时候 你们看着办 郑中人一下子急了 说道 诶 唐部长 你千万别这样呀 我们 已经是受处分的人了 给我们一条生路 好不好 唐慧不动声色 马德光健壮 转了一个眼珠子 说道 唐部长 有些事情 不要说得太清楚吧 我们在以前 确实有这种想法 既然市委组织部 已经要调动我们了 就请唐部长 高抬贵手 怎么样 这等于承认他们 找关系调动的事了 只是 没有说出是谁 唐慧想了想问道 你们 与林部长熟悉不熟悉 两个人立刻摇头 说道 哎哟 我们怎么可能和林部长熟悉呢 您问 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唐慧盯着他们 看了看 觉得 他们好像 没有说谎的样子 这说明 他们肯定 不是直接找的林泽宇 否则 他们也应当早知道这件事了 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 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这事 这说明 他们根本 没有直接找林泽宇 一定是 他们找了别人 然后 那个别人 又找了林泽宇 有了这样的想法 唐慧说道 调动你们的是林部长的意思 你们是不是感到很奇怪 不太你们 我也感到很奇怪 看来 你们两人认识了这么大的人物 在这里 能不能告诉我一下呀 我也好结交一下 郑中人 看了马德光一眼 马德光 马上向他使了一个眼神 让他不要乱说话 然后 他说道 我们 没有找谁 可能 林部长 以前见过我们两个 他还记着我们吧 看来 你们根本 不跟我说实话呀 那好吧 你们 就回去等着吧 我告诉你们 虽然林部长发了话 但是 没有王书记的点头 你们 也不可能被调走 如果 你们要想调走的话 就想着 怎么和王书记 解释这件事吧 我是不想管你们的事了 如果 有王书记的发话 我就给你们 办调动手续 如果没有他的同意 我是不会办的 唐慧看到 也问不出什么了 便向他们两人 直接说明了情况 让他们自己考虑 再看看 他们的反应 马德光 和郑中仁两人 一听到 唐慧这样说了 马上面面相去 他们知道 唐慧说的话不假 如果王俭 真要阻止他们 调走 那真有可能 只是 他们如何 向王俭提出 要调走呢 唐部长 你就 帮帮我们吧 我们 感激你的恩情 郑中仁 表示 请求道 唐慧 看了他们一眼 没有说话 只是 对他们说道 你们走吧 我无能为力了 马德光 和郑中仁 一看到这样 就知道 唐慧 不会帮他们了 心想 还是先回去再说吧 去问一问情况 看事情 是不是真的在说 两人 就向唐慧告了辞 一走出 唐慧的办公室 郑中仁 就急着 对马德光说道 老马呀 市委组织部 要调我们 你说 这事是真的 还是假的 马德光 马上说道 肯定是真的 你没看出来 唐慧说话的样子 不像是撒谎 再说了 这事 他干嘛要撒谎 郑中仁 想了一想 觉得也是 只是看样子 王俭不大同意 这可怎么办呢 看了一下 马德光 就说道 老马 可是王俭 要是不同意 怎么办呀 我们岂不是 白高兴了一场 马德光 马德光想了想 说道 刚才 唐慧都说 林泽宇 帮我们的忙了 难道王俭 会不给他的面子 虽然 虽然 他会说 王俭 王俭不同意 但是不是 他想借此 给我们施压 套我们的话呢 我觉得 他想套我们的话 可能要大 你觉得呢 郑中仁 想了想 说道 你这一提醒吧 我倒是觉得 是这么回事 林泽宇 毕竟是 市委组织部长 他要调动的人 难道王俭 能阻止得了 再说了 吴县长 这回办事 没想到 他能办成了 办成了 也不告诉我们 真是 想让我们惊喜呀 马德光 立刻笑了起来 说道 你说的可是啊 吴县长这回 怎么就没提前 告诉我们一声呢 要不 我们去找他 问问情况 郑中仁 一下子也高兴起来 说道 走 我们去找找他去 扶摇直上 今天就为您 播讲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听 想收听更多章节 更快更新的听友们 可以关注 大纲有声工作室的 微信公众号 国际庄的 卢司令 文字呢 在本集的标题 已经著名 进入公众号后 发送扶摇直上 四个字 即可获得 主播QQ群 等全集快速收听方式 期待与您成为朋友 我的微信 小写字母 李志刚 全拼 1969 小写字母 李志刚 全拼 1969 更多我的声音 等你来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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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